各位聽眾 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這一節繼續跟進一下疫苗 既然各位聽眾都想聽我的分析 我就將最新的資訊告訴大家 首先講一下林鄭率領一眾司局長 和行政會議成員 立法會剩下建制派 昨天就去打第二針 科興的疫苗 他們看來這班議員和官員的互動非常好 建制派議員也變得很興奮 在場大家在這裡 selfie 和局長 包括聶德權 包括陳肇始 自拍 覺得很差不差呢 正正後面拍到有不准攝影的字眼 在這個疫苗接種的中心裡面 其實老實實很多都是有私隱的 不准攝影就很應該 那些議員就不理 那些官員也不理 不知道是否因為恃著自己有特權 因為建制派嘛 因為官智兩個口 照片拍 那些相片出了街之後 就引起這個網民非常大的反響 就說你們是不是知法犯法 那樣 那麼聶德權就在他那個Facebook裡面 就說這個是一場誤會而已 那怎樣一場誤會呢 李德權是這麼說的 他說今天在特首帶領下 多名司局長行政會議成員 和立法會議員 就去打第二劑的科興疫苗了 他為了起了帶頭和宣傳推廣的作用 故此今天我們接種的安排 開放與傳媒採訪 環容其不同人士去拍攝 希望透過特別安排 將護人 護紀護人齊打疫苗的信息宣揚出去 因此不准拍攝的疫苗 接種場館裡面攝影 其實是一場誤會而已 大家同不同意 這是什麼叫事後 就是大家自己在補獲 聶德權在補獲的這種說法 一場誤會 怎樣誤會呢 後面寫著很清楚 不准拍攝 在前面一邊拍攝 就應該出來 然後放上這個社交媒體上面 那怎麼叫誤會呢 如果你說一個牛頭角信叔 黃大仙阿嬸 想去拍攝 能否抓到他 我也想留為紀念 我也想宣揚那個 護紀護人齊打疫苗 老老實實 一般平民百姓 做這個宣傳 說我不怕打 我信阿爺打科興 我信阿爺齊打科興 這個口號 給那些建制派 那些忠誠的廢物 包括這些 兆子局長 德權局長 有說服力很多 那為什麼不容許一般的平民百姓 在那裏照片 只是你們有特權 這不是一場誤會 根本就是一個特權 根本就是事後被揭發之後 發現原來是這樣 你們有知化繁迫 於是出來解話 這件事 這是磁極一 我想說的 奇異呢 哇厲害了 這個真的一定要說 那就是葉劉 葉劉 葉劉也要打第二劑 打科興第二劑 沒辦法 信不信也好 也要打 葉劉穿著一件紫色的衣服 他不是像 鄭司長那樣穿著旗袍 穿著紫色的衣服 一個套裝 一個啡色的外套 一個啡色的短裙 照樣地露出他的尾腿 靠叉腳坐 紫色的外套 加上紫色的口罩 不奇怪 坐著很優雅去打 第一點是很重要的 什麼呢 還有紫色的鞋 漏了一說 我們知道 名牌的東西我真的不認識 認識鐵嗎 網友就看見 他把一個名牌的手袋 很豪氣地 放在接種現場的地下 不認識有志可 一認識有人提點 這個叫愛馬仕 這是法國東西 好像不知道 好像一個明星 名字做明明 是鱷魚皮的紫色手袋 一上網一查 嘩 不查有志可 一查就嚇一跳 成五雅皮 五十萬港幣 名牌的 愛馬仕 鱷魚皮 配襯了 紫色的 五十萬港幣 有什麼人可以這麼豪氣 將五十萬港幣的手袋 放在地上 然後去打疫苗 地上不知道有什麼 很多人走出走入 沒有人跟你馬上 那塊地才讓你進去 多豪氣 那麼 國內的同胞都很豪氣 也都有人見過 在廣東 買了很多名牌的手袋 的時候 走得很累 要麼 叫做瓶 他們就蹲 要麼就坐 坐在名牌手袋上面 什麼 鄉下大把錢 怕你什麼 坐爛了就再賣 那他不夠那些豪氣 有些多視的網友就說 真的不用怕打科興 只是五十萬手袋 震著那些病毒和那些疫療 沒事的 打完之後也沒事 葉劉就打了 一眾的官員也打了 行政會議程也打了 立法會議員建制派也打了 我想問問大家 他第一劑打完之後沒事 第二劑都覺得自我感覺良好 什麼事都沒有 不過林鄭就說 想著這一天都在辦公室工作了 就不會約人 因為專家說 打完第二劑就會反應比較強烈 我想知道這一群建制 被田飛龍教授說他們是忠誠式的廢物 不要對號入座 究竟打完之後 對大家有沒有一個示範的作用 會激勵到大家去打科興疫苗第二劑 那個意欲呢 你告訴我 我就不知道 不過葉劉這個五十萬手袋 其實這樣令人羨慕又到 我又不太明白 他只是打個針 為何要帶這麼貴的手袋過去 大家不要懷疑他的手袋是假的 千萬不要覺得他是毛牌 我不相信葉劉會拿毛牌東西 我真的不相信 這個手袋是否正如網民所說 愛馬仕的名牌呢 什麼系列呢 紫色鱷魚皮手袋 我上網一搜尋 那個價目 成五十萬 不是五萬 五萬是香港很多人買得起 我又不行 五十萬港幣的手袋 老實實 我真的 對不起 我這些不懂的 不懂名牌東西 懂一條鐵的 不要在那裡 班門弄斧 這些是八卦的事 說回政經的 就是什麼呢 說回林鄭 林鄭 當然 公營性藥來到香港 當然是想要催谷 大家要打的 希望大家要打 那可不可以 這個科興疫苗 打了之後 至於連三出事 我比較公平 這個Biontech 都有出事的 都有 但是 出事率比較高 死亡人數比較多 佔著大部分都是打科興疫苗 雖然專家說 未必有直接的關係 那 對於譬如說 這些前線的醫生 包括醫管局員工陣線 發表的聲明 叫特區政府 為六十歲以上 你不要讓他們打 你發了清晰的指引 長期病患 那些不要打 血壓高那些不要打 可以嗎 那麼 政府官員 包括政府的發言人 包括醫管局 已經發了聲明 就說他們什麼抹黑 什麼造謠 林鄭打完之後 不知道是否因為 弱發作 突然之間 抵不住頸 再來 再批判 再發聲去批判 她說什麼呢 這樣 打完第二針之後 她就說 對於那些少數人 傳播失勢的消息 做一些危言耸聽的行動 甚至有些醫護人員 有意污衊國產疫苗 我予以譴責 尤其是那些少數人士 本身是醫護的 更加令人痛心 我勸喻他們 必須收手 必須收手 他說 有市民接種疫苗後 不惜甚至死亡 沒有嚴重或者死亡事故 跟疫苗接種是有直接關係的 所以你們不要再危言耸聽了 其實 我聽完這番說話之後 我發覺 我不奇怪 她發了聲明譴責不夠 醫管局 再譴責也不夠 她親自出口譴責 這也是一個表忠的表現 很明顯 這個要說這麼多 當然是告訴她爺爺 信爺爺打科興 要繼續推廣 很失威 如果只是打BioNTech 那些多的 抵抵率 科興越來越高 那怎麼向爺爺交代 所以她這句譴責的作用就是這樣 但我就想問 哪一句說話 哪一段文字 這些全市醫護人員 或者醫護組織 說的話是 失實的呢 是誣衊的呢 是危言耸聽的呢 其實他們說過什麼呢 我再回答一下 很簡單 他們的說法就是 在國內 在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 打這個疫苗 國產疫苗 是18至59歲 60歲或以上 是不打字的 第二 他們說呢 有非常清晰的指引 我都說過了 有十七八樣 是有避忌的 有些是不要打的 直接是不要打的 有些是達到某些標準 然後才打的 譬如長期病患 有高血壓血糖 這樣 高過某個數 就不要打字了 你身體本身有過敏的反應 譬如你是癌症的病患者 等等 吃開那些藥 可能會令到你 或者做化療等等 令到你的免疫系統 是會 就是 效果 效果是會低了的 那你就不要打字 等等人家很清晰的指引 特區政府沒有 沒有這些指引 後來發了指引 前線醫生就說你是膚顯的 沒有用的 然後 他們要求 不如六十歲以上的 不要打字 先打字 看看情況是怎樣 他們說這些而已 說這些都不行 說這些都是污別 都是抹黑 都是危言聳定 我想問 特區政府 其實不用問 到今天大家心肢肚明 任何的不同意見 異議聲音 都已經是 一定是 懷有不良的政治動機 別有用心 有抹黑 污衊 危言聳定 一定是 他不用說 總之他任何的異議聲音 他就先扣你政治武志 沒有說你違反國安法 已經算你偷銷 社會 一些批評都不能容下的話 一錯就會到底 是不是 你以為你打了第二針之後 你沒有東西就等於 大家會跟著做嗎 很勇敢去打這個國產疫苗嗎 當然不是 你沒有說服力 有些人經常都繼續去懷疑 你打那些是堅定流 我就不懷疑 老實說我不懷疑 長針短針 講了很多次 科興是有長針的 不是只有短針的 這個是藥劑私學所講的 跟著想講的就是 大家應該關注一下 在這個西安 在陝西省西安 有一個個案 就是一位女士 做化驗師 做這個病毒的化驗師 就中了招 他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打了兩針 國產疫苗之後才中招 當然 大陸就說這個是個別的事件 不應該對疫苗 失去信心 但是 失不失去信心 都好 都要研究水落石出原因是什麼 早前也有些專家說過 就說 打完之後也不是百分之百保障 但是語言不詳 現在中國疾控中心的主任高福接受訪問時 有三個可能性 第一 打疫苗之後體內抗體 產生抗體 但是病毒在呼吸道 這個可能性其實我覺得相當荒謬 為什麼是荒謬呢 你的身體很軟 你的肺 呼吸道 肺 氣管有病毒 你進了抗體 抗體打下去之後產生抗體 上不到他的呼吸道 不明白 這個我不明白 因為打過肌肉 你刺激身體產生抗體 就衝過不同的循環系統 去身體不同的部位 腳趾弓都去到的 為什麼上不到呼吸道呢 第二 他就說 有些人打完之後可能是不反應的 沒有產生抗體 那些人有多少呢 暫時就沒有數據 這個我又很懷疑 因為中國自己承認 國內外已經打了七千劑 無論是第一針或是加強劑第二針 打了七千劑 打完七千劑之後 有七千萬劑 七千萬劑 七千萬劑之後都沒有任何一個數據 有多少的所謂不反應人菌 有多少會打完之後再受到感染 這件事我是極度懷疑的 第三他就說 可能兩針是不夠的 那叫敵度不夠 那個抗體產生的量不夠 那可能要打第三針 這個我也有一個很大的懷疑 就是如果你要打兩針 不夠打第三針 你早點響吧 現在全世界都是打兩針 林鄭 葉劉 這些司局長都是打兩針 原來有些人要打第三針 那些是甚麼人 甚麼特別情況下 要先打第三針 還是 你那個 質量不夠 或者是 我不知道甚麼原因 而令到產生的抗體的作用低 所以要打第三針 大陸的輿論要繼續不停解釋 一路說法就是不是百分之百保障 不是絕對保障 有人真是無反應人士 但是大陸的一個網站 討論這件事的時候 一個觀點大家也要留意 他說在討論疫苗有效性的時候 往往是不應該在討論個體 而是應該討論群體 疫苗的有效性是指 在疫苗的實際情況下 預防疾病的效率 非每個個體抗體產生的情況 針對疫苗有效的問題 有一些大陸的教授就說 他是這樣說的 他說90%的人打了有效率為70%的疫苗 相當於70%的人 接種了有效率為90%的疫苗 所以當人群是有70%到80%的人口存在抵抗力的時候 就能夠建立一道免疫屏障 亦都是說 所謂的群體免疫 就不會發生大規模的爆發流行 我對他們的說法不存異議 確實是這樣的意思 但關鍵第一就是 你的疫苗的保障 有效的保障率 由50%到60% 而不是去到70%到80% 智利的說法就是要80%的人口全打疫苗 才能夠做到群體免疫 打兩針 即是你的疫苗的保護率是比其他的疫苗低的 所以需要群體免疫的總體的人口百分比 是要相當高的 喂 有些人是真的不喜歡疫苗 真的不打的 你要80%的人去打 除非那槍指著頭 如果到不到的話那怎麼辦呢 那你要怪的不是怪那些人 想不想打 怪的就要怪你的疫苗保護率 為何要比其他的疫苗低 這個刺激人 第二我自己覺得 更加重要的就是 群體和個體的問題 這個亦都是大家意識形態很不同 你看到在歐洲也好在美國也好 不少人出來反對疫苗 反對防疫措施 反對社交距離 連口罩都不肯戴 就去示威抗議 被警察打就拘捕之類 他們整個想法就是 我的身體 是關我自己的事 關你什麼事 他們都不相信政府的宣傳 他們是基於對政府不信任 所以他們不信政府宣傳不戴口罩 不信政府宣傳不打疫苗 他們不信他們 他們覺得 你很多陰謀論在裡面 我是真的不想做 這就是西方的 個人主義 相信自由是很重要的 你說 現在 疫苗到底有沒有效 是討論群體不是討論個體 對於很多西方人來說就是匪夷所思 他們不肯打 那你說我打了之後 我保護率有多高 你不要問 總之你的群體重要 個體是不重要的 總之你打吧 多人打就搞定了 就是這樣 這種說法只能夠在中國 今天的中國行得通 現在的問題就是 即是說集體主義 大局為中 這個概念在中國大家是很拜的 在香港又如何呢 香港人是近似西方的意識形態 都是不是很拜的 我們自己作主 尤其是年輕一輩那些 但是現在林鄭 或者政府官員 就是在說 你不打的話 你不夠這個百分比 夠高的話 我已經收緊世界距離了 你不打的話 你寸步難行的 你出不了街的 你進不了什麼地方的 你打吧 我警告你 你不打的話我就會怎樣 其實用這些方法去威逼 香港市民去打 就是講這個大局 可能有些人不明白 但是我最強調就是說 你不要說什麼群體主義 什麼群體或個體的問題 不要討論這件事 大家要問每一個人 自己決定打還是不打的時候 我絕對不會 因為群體的需要 而殘害自己的身體 簡單地說就是這樣 我自己衡量我個體的情況 我覺得打的風險究竟有多大 然後才決定去打還是不打 這個我就覺得 說了這麼多天 這件事 我一直都是維持著這個 這個重要的觀點 你自己想 是自己個人 不是想整個大局 因為你一個人的決定 錯了的話 你出了事 你對大局 有影響沒有影響 其實是完全是無保於事 完全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好了 條片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繼續支持我的深藉口快的頻道 還有你的Patreon 再見 早前我在這裡向大家介紹這個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譬如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的話 有些片是美國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NOT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在美國播出的一些電影 或者是電視劇集 例如在網上買一些貨品 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NOT VPN 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一間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做得到 現在登入VPN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一個優惠碼 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3.71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家大小 六個設備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 字幕包製